好,下面给大家讲一个 来一个,十一 字符串,长量 我想要讲这一个呢 小一个 你看一下 首先,这边一定要注意一个概念 先来说一个 每个字符串 都是一个 所元素地址 都是一个地址吧 这些都是一个地址 好,这什么意思啊 有些人不太明白 看着 每一个 当然是每一个字符串 如果相同了,这个地址都相同 好,我写一个百分号S 我来个S1吧 等于百分号S 好,现在你看一眼 哈喽 麦克 然后接着这一个还不算 来一个 这一个百分号什么打印 P来打印 然后接着 看到了 我现在是不是打印你这个字符串的一个长量啊 我们又用变量接了吧 然后接着你要注意一个地方就在于 每一个字符串都会有一个地址 而这个地址指的是首元素地址 好 地址 地址是指这个字符串的首元素地址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眼 字符串常量啊 GCC11 看到 你这个由于你返回是我的字符串首元素地址 然后接着我打印是打印到反其干0 就结束了 然后你现在看到了吗 是不是一个地址 是了吧 然后接着你看到在这里面我再给你看一下 这个不同的编辑器有所差异 到纸本上都一样的 好 现在你能看一下我把这个东西放到这 另外一个函数啊 s2 这个是份里面的 然后接着我在这里面干嘛 我给你来一个打印 我只要调理这个函数就OK了吧 那现在我要验证你这一个字符串地址和这个字符串地址是一样的 我直接验证一下 好,我们看一眼 一不一样 一样的吧 也就是说 但是这一个不同编辑有所差异啊 也就是说一个字符串 你用的这个字符串和这个字符串和这个字符串都是一样 只有一个字符串 这个是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字符串常量 就是我们字符串常量 然后接着我先来说一下下节课内容 我们的字符串常量是放在一个额外一个叫做对特区 然后接着这个对特区有一个术语这个叫做 它里面额外对特区又分了一个又分只读不可只读或者可以呃写的 有些不能写的啊 这一个文字强放对特区也叫做放在一个叫做文字强量区 好等我再来说这个 首先我们先来明白一个 这一个啊 这个就可以不用掉用了啊 先来明白一个字符串常量 每一个字符串常量都是一个地址 而这个地址指的是什么 首元数地址了吧 好 现在我来再来验证一个 看着 S3 看着这里 加1 我加个1啊 接着 让我们来验证一下 看到吗 你这一个代表 是不是代表我的首元数地址 我加1之后是跳过你的首元数走到下一个了 那是不是就更好验证你的字符串就是你的首元数地址 是了吧 这个非常非常特别一个地方 然后接着他放的和我们平时放的变量不是放同一个地方 然后接着是是这么一个地方啊 就说你看着每一个字符串都是一个地址 代表是首元数地址 那现在我加了1 你跳过第一个字符是更好验证了 所以在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个地方啊 我开设计一下 我加热 我加热 我加热